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在去年選舉期間是自爆喔 說有人開架了兩億美金要他當副手 而其實在昨天一早呢 柯文哲是被檢方以證人身份就傳喚到案 而對此網紅486先生認為 柯文哲應該主動告知檢方開架的人到底是誰 他也痛批柯文哲目無法計 一出北檢大門媒體立刻蜂擁而上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二三號一早 被檢方以證人身份傳喚到案 停訓維持半小時 疑似就是因為在去年選舉期間 柯文哲踢爆有人開架兩億美金 請他當副手 兩億美金這件事情 剛剛在庭上有講了些什麼嗎 面對媒體詢問柯文哲摸摸嘴巴 一言不發是在提醒自己不能亂講話嗎 而在當時到北檢舉發 認為柯文哲應該要出面說明開架者身份的網紅 同時也是前民眾黨員的486先生 在朝柯文哲開砲 柯文哲先生是一個完全目無法記的一個人 很明顯這整個事件呢 就是已經違反了總統副總統的選罷法 收贏啊 對不對 你就應該主動要來告發才對啊 486先生同批柯文哲目無法記 另外現在最新的政黨支持度民調出爐 民進黨拿下百分之三十二點九排第一 國民黨有百分之十九點二 至於民眾黨則是百分之十八點六 不過身為百年大黨的國民黨如今支持度 竟然只領先才成立四年的民眾黨百分之零點六 現在距離選舉的時間還久 關鍵是接下來這段時間我們怎麼樣在各個題目上面良性的競爭 然後拿出更好的表現 到了選舉的時候自然而然我們會展現出國民黨的競爭力 國民黨立委強調未來會在各項議題上力求表現爭取更多支持 距離下次選戰還有兩年 國民黨身為國會最大黨得在朝野攻防中拿下更多分數 吸引選民為2026撲路 記者綜合報導 你